請坐牢再翻過來喔 題目是 根據聯合國 2022年針對全球140個 149個國家進行民調 公告出全球幸福報告 亞洲四小龍 南韓 台灣 新加坡 香港 幸福排名 由最幸福的到最後面的 好不好 先到後 排名所以還不能寫 還不能寫 來 預備 請坐牢 最幸福的 你們可以寫一個代稱就行了 不用寫得太標準 一看就很懂得 一二三四名分別是誰 亞洲四小龍 2022年寫好了 寫好亮牌 好 一名 兩名 好 李兄最後 照這個順序 好 就這樣 余朱清跟陳小萱 新加坡第一名 台灣第二名 對 香港第三 南韓第四 幸福耶 你們兩組一樣 毀了 那開一組就好了 你們共同認為台灣是第一的 對 新加坡第二 南韓最後是香港 對 正確答案 台灣第二十六名 新加坡第二十七名 台灣在新加坡前面 南韓第五十九名 香港在第八十一名 台新韓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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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棒 那個不好意思 你們說還慢了兩秒 沒問題 好不好 來 現在我連一決定大家答題順序 誰坐第一個位置 應該Lady First 沒有 但是在我們之後 對 我們First 然後Ladies First 好 李宣宏被弄到第三個時間 好 好 一 二 三 準備 請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允潔教員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與命運賽制 提醒大家的機會 再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與機會區 努力成為大體英雄 而在命運區 決定的是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一組贏家 請看夢幻大門 這一集的禮物呢 包含了手沖咖啡機組 還有法郎且湯鍋組 以及空氣清淨集 十萬大獎的是 英倫復古飲料櫃 二十萬大獎呢 是玉手溫感大師按摩椅 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的獎品 帶回家囉 一隊友兩次換位子的機會 請把握 第一回合三分鐘 從秋林開始 好 加油 請出題 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 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出現常新冠的風險更高 尤其哪一種症狀的風險 是較高的 A 憂鬱症 B 焦慮症 我的答案是 A 憂鬱症 為什麼不是焦慮 因為悶在家裡 然後 以前喜歡做的活動 可能出去逛街 跟朋友去去 都沒有辦法做 對 然後在家其實 很容易坐席不正常 那坐席不正常 就是睡眠不正常 那其實患憂鬱症的 這個風險會比較高 好 糟糕我會解釋太多 通常解釋太多都會錯 請揭曉 不要過在不停喔 哈囉 憂鬱症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確診之後 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 會有常新冠的狀況 如果比起一般 心理健康的人來講 那的確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疾病 比如說憂鬱症 焦慮症的人 通常他們常新冠的比例 都會再更高一些 但是比起來 這個憂鬱症 大概長新冠的這個 是1.37倍 但是焦慮症會達到1.42倍 因為畢竟你的心靈狀況 還是會影響到身體的情緒的 而在焦慮的部分 比較常會有焦慮的情況的人 多半是有色人種 女性 還有你本來就有 氣喘相關的疾病 你就會很擔心 在得到新冠肺炎之後 會造成你的呼吸道 更加的受損更嚴重 來 阿竹竹 來囉 魚豬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哪一種精油的性質 比其他精油更加溫和 有助於皮膚保濕及水量風潤 A 玫瑰精油 B 茶樹精油 我的答案是A 數量 茶樹比較強烈 茶樹對於殺菌效果應該比較好 然後玫瑰精油應該是 保濕效果比較好 這麼簡單 製作單位心肌有這麼重嗎 第一題應該會簡單一點吧 很直覺的 我第一題心肌就很重 第二題更重 請接受 恭喜答對 其實其他有一些精油 它是能夠可以來自由性肌膚 可以抗痘痘的 那玫瑰精油呢 基本上它的香氣非常的優雅 有一種甜香 同時它有這個保濕透潤明亮的效果 那特別是如果你平常就很常 帶在冷氣房或一些比較乾燥的地方 就很適合來使用玫瑰精油 所以它也有一個很別式的這個稱號 叫做精油皇后 小菁姐 該你了 好不好 一百到一萬 一萬 你再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方向錯誤 一千元 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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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研究運動對記憶力的影響 請問固定進行高強度運動的人 會比較擅長記憶什麼資訊 A 人名與長相 B 環境空間資訊 我的答案是B 準定 因為它可能在高強度的過程當中 它對環境空間的感覺的 感受度應該會比較強 有可能會刺激 我猜的 有可能會刺激它腦部的一些迴路 請介紹 恭喜大家 好 這記憶其實是分很多不同的面向 包含了情結記憶 空間記憶 聯想記憶 那如果以情結記憶來講 就是你能夠很清楚的記得 昨天你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發生了哪些的這個事 第二個這個空間記憶 則是你可以記得 那個地方的空間環境 你是比較有空間感的 比如你停車的位置在哪裡 而這個聯想記憶則是 你可以對應到它的這個人名 跟它的長相 那可以去做一個連結 那像是在我們運動的時候 會刺激到大腦不同的位置 那因此當然就可以讓 你在不一樣的記憶的這個領域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表現 比如你常常做一些中度運動的話 它能夠比較幫助到 你也是情結記憶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是高強度運動的話 則是會刺激到你的空間記憶 能夠變得更強一些 小鮮姐加油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錯誤 不能提示跟無法提示是不一樣的 再拿一千元 余朱欽準備 切以出題 新的人工作壓力大張又便祕 若一次排便時間超過多久 就代表有排便不順的問題 A 10分鐘 B 15分鐘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所以10分鐘還算合理 對吧 對 10分鐘還算合理 然後15分鐘就不合理 因為它是要定義 排便時間超過多久嘛 代表有排便不順的問題 10分鐘之內都還算正常 所以我們都要觀察自己的排便 對吧 要觀察 就是觀察它的形狀 顏色 味道 還有時間 還有頻率 一天兩次對很多人來講 是做不到的 長期下來會不會影響健康 是啊 是啊 但是便便的定義就是 一天三次或三天一次 如果你的習慣跟規律是這樣 其實都還不算是便便便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出現那種羊大便 那那種就會定義是便便 所以要看每個人個人的 羊大便 一小顆一小顆那種 對 或是 不成條狀的那種 不是成香蕉的條狀 對 香蕉 對 你觀察這麼仔細啊 必須 因為我們在諮詢個案 我們要解答的狀態 它是香蕉耶 真的 然後香蕉是要半浮半沉 在水裡面 好了 可以啦 就這麼條狀 這叫香蕉船是嗎 對 分資訊 OK 再浮再沉的香蕉船 好 其實在排便的部分 要告訴大家 有些人是一天可以排個兩到三次 有些人是兩三天一次 那都不要太擔心 其實這都算是在正常的範圍 那如果你排便的時間 在五分鐘都算在平均值 可是如果排便超過十分鐘以上 可能就要注意一點 可能真的是便秘的狀況了 而且正常的這個排便 通常是你只要順順的 它就能夠自然的上出來 但如果你要很特別的用力 但是它還是很難擠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你已經蹲超過十分鐘 就不要硬在那邊要上 因為你越用力 這邊蹲久了 反而很容易從便秘變成痔瘡 那也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去增加它的這個纖維 讓你的這個糞便 可以變得蓬鬆一點 多補充水分 還有適度的油脂 讓它可以有一些潤滑 以及吃一些水果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像是火龍果還有奇異果跟藍莓 都是能夠幫助排便一些 非常好的水果 我往下走了 不好意思 李宣宏 抱歉 讓你等待 OK的... 謝謝主題 辦公室色系會影響到 員工的心態 請問工作時間長的公司 適合將辦公室氣成什麼顏色 A 綠色 B 黃色 我的答案是A 水泥 為什麼 就會 因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 水泥叢林裡面 所以如果有綠色的話 可能會比較 放鬆心情的感覺 我是這樣想的 我嗎 對 但不能是很深的綠 要那種淺綠 然後灰綠那種感覺 淡淡的感染綠 對 那種感覺 我覺得會滿舒服的 綠色 對吧 計較 好 恭喜你 好 辦公室的色系 其實它越接近大自然的原色 會讓人家覺得更舒服 更願意更長時間的待在裡頭 也不會感到疲憊 所以像是天藍色 草綠色 都是非常適合長期待在裡頭的 這個顏色 那黃色是可以讓我們覺得 興奮 覺得亢奮 但是這個如果長時間待在裡頭的話 就會精神疲勞 這時候也會變得更加的焦躁 來 冠玲姐 加油 有到我了 一彎在哪裡知道嗎 需要誠哥提示一下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好 我接受到了 請選擇 我們節目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五分鐘 加起來不到五千五分鐘 請幫個忙好不好 我們有準備二十萬大獎 李建宏拜託你答對好不好 好 努力 努力 請出下一題 料理也有香氣科學喔 請問像蘋果木煙燻 產生的溫和甜味香氣 比較適合搭配哪一種食物 A 清淡的食材 B 油分高的食材 我的答案是B B 數定 蘋果木煙燻會很香耶 其實這我沒有什麼概念 純粹就是 我是 怎麼講 就覺得 你沒有料理嗎 很少 灰一點點 但是沒有這麼專業 還用到蘋果木 對 我只純粹用蘋果的概念去想 如果油分高吃個蘋果 感覺滿舒服的這樣子 我又是個人的感受 對 來 介紹 應該就對了喔 是不是 三 二 我們在布條的時候 會有煙燻這個修法 而且是希望可以達到兩重的功效 一個就是可以透過煙燻 讓它的保存期限可以拉得更長 而另外一個就是在煙燻的構成當中 它會產生一些香氣的因子 可以為這個食材更加地增色 所以因此不同的這些木質 它煙燻出來的氣息不一樣 就適合搭配不一樣的這些食物 比如說當這個東西 它是比較清淡的味道 那它就是適合 像是用這種蘋果木 它是比較溫和 同時也有一種甜味的這種香氣 就適合染上這樣的一個味道 那如果這個東西是油分比較高的 那它的希望是這個香氣比較厚重 濃烈一點 那就適合用櫻花木 它的香味比較濃 那像是有一些這個 我們常常看到煙燻的木材 比如說胡塘木 南木 它就是比較溫和 通用在所有的食材 好了 千瑋玲 現在大家都開張了 但是一點都不難過 因為他們加起來也不過才五千 好不好 我掌握了你的邏輯了 希望我的隊友也掌握 他們很容易超越的 請助理 請問哪一種情況下不扣分 A 專有名詞寫錯字 B 錯字不影響文藝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因為專有名詞就是一個律定的 當然不能寫錯 對不對 還是要扣分 B 鎖定 魚豬親就是魚豬親 你不要把那個豬寫的 豬八戒的豬 怎麼可以 不行 不可以 不行 請揭曉 好 大考中心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公佈了一個新的制度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考試的時候 這個分數的部分 有很多都是非選題 它必須是要直接寫出這個字 或者是寫出一個段落的 但是它的分數可能一提兩分 那如果你有因為扣這個錯字的分數 有些人他可能是把得 白部的得 只能赤部的得 可是他其實懂這個東西的意思 所以因此現在老師們就是 也是想要讓學生們 能更通融一點 不要扣得這麼重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這個專有名詞 絕對不能寫錯字 代表你真的熟知這個東西 它都在講什麼 如果是一些 俠不掩餘的小瑕疵 就符合一個比例原則之下 就是偶有一些 簡單的小錯字 就不會再比例扣分了 好 各位 Steven他要破蛋了 加油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方向 也正確 恭喜一萬一個 YES YES CG加油 請出下一題 我答案是A 鎖定 烏樹人的繪圖 你說明一下這什麼東西 它是就是叫你畫三個主題 樹 烏跟人 至於是什麼樹 幾顆樹都可以 你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只要有這三個結構就對了 對 烏樹人畫在一起 如果把樹幹畫偏小的 是社交圈小的 我記得是 我不常做這個測驗 我記得是 然後房子是代表你的原生家庭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代表 烏是原生家庭 還有一個是代表工作學習 那樹是社交圈 那人呢 人好像也是跟你的情感 是有關係的 情感 對 比如說有的人畫人 可能就畫他自己 有的人會畫跟伴侶 有的人會畫 有的人畫男生 有的人畫女生 男女老幼不一定 小孩 甚至還會畫寵物 請 請教 講幾天 這個無數人測驗呢 它其實是可以透過 一個繪畫的方式 去反映你內心的一個狀態 從這個房屋 可以看得出來你的生長的環境 以及在這個屋子 它透露出來的門 它是緊逼的 打開的大或是小 也代表你的內心 對外開放的程度 那包含了有沒有煙囪 或者是你在這個房屋 在掛它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注重哪一個空間 很可能都是你的內心當中 最重視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樹 它其實看它這個樹幹的大跟小 如果越小 代表你原生家庭 給你的支持越少 如果越大就是你的家庭 給予你的有足夠的底氣 而這個樹幹它的大小 如果比較小一點 代表你的社交圈稍小 如果樹幹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話 代表你的社交圈比較大 而且如果枝牙多 代表你的觸角也很多 不過很有趣的點 是這個樹幹上面 有些人會在上面畫一些那種 可能有洞啊 或者是有些傷疤 這些呢 可以看得出來是 你反映出你的內心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心結跟受傷 而且還可以透過它的位置 看得出你可能是 在哪一個年齡段 有比較多的取寒 目前 大家的 都不多喔 尤其妳有點落後你知道喔 我會追上 請出下一題 若擔心酪梨的油脂過多 也可以用酪梨的紫煮茶來喝 但是哪一種人 就不建議多喝了 A 容易胃脹氣 B 有高血壓 我的答案是B B 準定 因為通常種子都是 甲梨子過高 那 酪梨子 通常種子都會有一些 礦物質比較多 然後 也會有一些多分類 對 怎麼辦 一解釋我猶豫了 那酪梨又是牛油果 沒那麼油到會不會脹氣 有可能 那我已經選了不能改了 沒什麼意外的話是不能改的 對 請介紹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有一些蔬果 在喝了以後 比較容易脹氣 包含了小白菜 大白菜 還有這個白蘿蔔 紅蘿蔔 以及這個花椰菜 都會容易脹氣 酪梨 它的果肉的本身 是可以幫助消脹氣的 但是它的這個籽 反而倒是會讓你容易胃脹氣 但是有一下 其實酪梨子 它裡頭的這個營養成分很多 包含了它有維生素E 還有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其實在它這個用一顆籽 可以用一公升的水 下去把它煮成茶 那酪梨子茶呢 它煮出來是粉紅色的 你還可以加一些檸檬汁 一些水果 跟茶包 一起下去對 其實挺好喝 但是裡頭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如果你喝多了 它容易會膨脹 所以反而會容易讓你脹氣 答對全轉移 三十五秒有兩題的機會 十七秒 十七秒 用 好 請出題 按壓不同的穴位 對身體有不同的好處 千萬按壓哪邊的穴位 有助於男性性功能的保健 A 胸口正中間的穴位 B 視覺末端的穴位 我答誰 數定 不假思索 時間不多 不假思索 你不想一下一下 有想啦 胸口正中間這什麼東西啊 我對穴位其實也沒什麼 沒什麼研究 但是我是覺得說 如果能夠 譬如說按這個穴位 然後能夠讓譬如說 你血液更通暢 然後進而就是影響到 性功能的保健 那食指末端 我是不知道有什麼功能 對 感覺只是增加血液循環的 手部血液循環而已 末梢 對 沒聽過 對啊 要不然如果這有用的話 大家就路上就在捏了嘛 對 對 邊走邊捏是吧 對 請介紹 答錯了私家沒有 好像留給Jo您了 果然 好 先告訴大家 在這個胸口中間 在我們的雙乳的 正中間的這個位置 它叫做蛋中穴 而這個蛋中穴 如果在性的方面的話 常按壓它 是可以幫助豐胸 那如果是在這個食指 這個指甲片 旁邊0.1寸的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叫做商洋穴 而這個商洋穴 你其實可以常常在平常 比如說在做這個公車 當中的工具 你可以勾著那個拉環的時候 就可以就是刺激它一下 或者是兩隻食指互相勾著 去按壓刺激 它對於男性來說呢 是有吃個可以壯癢的功效 同時呢 其實你如果腸胃道 比較容易便祕的話 也可以多按壓你的商洋穴 它也是可以幫助排便的喔 最後一題 49秒 最後一題 謝謝這題 網購平台調查 最愛美的星座第一名 是天蠍素 真的 而且他們購物時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A 有點數回饋 B 品質比價格重要 好 我的答案是 A 數定 都有吧 我這時候好希望 我是星座專家 你知道嗎 愛買嘛 我覺得愛買應該是 愛計較 愛買在板球啊 如果這種是品質 我覺得它不會那麼常買 請揭曉 最後一題 打給你們 好 那其實呢 這是根據LINE裡頭的 系統的一個分析喔 他們就說的 在這個買東西上面呢 的確這個 像是天蠍座的朋友們啊 他們呢 只重視這個東西好就好 他也不會管它價格 究竟是多少 所以呢 以他們這個購物品牌上面來看呢 天蠍座的人呢 在一年當中 平均消費的金額 比起一般的人 還要多了34% 那麼第二呢 就是水瓶座了 就是誠哥的星座 不過呢 水瓶座的人啊 他們在購物的時候呢 他們比較精打細算 他們買東西是有策略的喔 所以他也會來看看 回饋的點數 還有LINE POINT的這個 回饋的趴數好不好 第三名呢 金牛座 他們呢 總是會在一年當中呢 找到那種週年慶的檔期 一次爆買一波 總之呢 是找對時機 下好離手的類型 第一回合結束 最高獎金 也就是一萬元 球有領 跟Steven再次領先 要不要換 我換我的好朋友上場 來 請起 要試試看嗎 換你一次 有兩次換的機會啊 對不對 有兩次 換 對 換 答題前 轉移到了陳曉娟的身上 全民心動略模範生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